過年前髮型也要來煥然一新 週日一早的美髮店 離開門營業十點鐘 還有十分鐘 客人就上門 把握最後一個休假日 準備換好造型 迎接新年 我們過年前是非常非常忙 忙到我們真的有時候 要上廁所都要忍一下 因為客人就是一直在後面 然後像我們便當也是 從中午吃到晚上 來到另一間美髮店 一樣人潮滿滿 十點鐘瞬間湧入十組客人 沒有預約真的擠不進來 年前部分店家也調整價格 主要因為人手不足 店家得把重點放在 更有利潤的項目 大多調整洗頭價格 讓客人間接選擇 其他划算項目 而且美髮業大多沒年中 加價部分成了員工獎金 從2月1號到2月9號 循序式加價 50到150元不等 除此當天最貴 有的得付double金額 不過業者依舊忙翻 提早開放早上8點就接客 美髮店顧客陸續來報道 迎接農曆新年 整個人都得要美美的過好年 護膚做臉ready 你看連我的指甲也已經ready 紅金配色有春蓮 鞭炮還有福字 以及招材達摩 有些手上直接畫上麻將 準備在牌桌上大顯身手 或是搭配龍蓮 要美甲師畫上金龍應景 每天每個時段都刻滿 可以說是一味難求 但每天還是有不少客人在詢問 還有空檔嗎 像我們的客人是在12月的時候 就已經付訂金來安排這個黃金檔期 然後像美甲材料的部分 我們也在1月份的時候 就準備了將近一倍的量 就是怕供不應求 過年應景的材料得多備一些 但時間真的難再多 美甲文秀美髮業者超有感 年前忙翻 沒時間吃飯上廁所 甚至取消休假時間 工時恐怕高達15個小時 為了這是讓顧客們 用好氣色好心情迎接新年 龍光煥發